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是一個長方體 長方體的話每個面都是長方形 它要你找出跟這個ABF1 跟這個ABF1互相垂直的平面或者是線段 如果跟這個面互相垂直的面的話 它兩面夾要是90度 如果跟這個面互相垂直的線段的話 跟它垂直的話 那個線段跟這個面的上面的所有的直線或是線段都必須垂直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VCGF跟這個有沒有互相垂直 VCGF有啦 我們看VCGF跟ABF它的交線是VF這一條 那VF這一條的話我現在就做一條直線跟VF垂直 就是在這個平面上 在VCGF這個平面上找一條直線 跟這個交線互相垂直 比如說我找這條直線 這個就是GF嘛 然後另外在ABF這個面找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跟它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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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這條線 那這兩條線的話 它也是垂直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四邊形 它的夾角的話 四個夾角都是90度 好 那所以我就知道這個是兩面角 就是我做一條 在這個平面上做一條直線 跟它垂直 在這兩條直線 在這兩條直線上的話 做一條直線跟它垂直 要交一點 然後這兩條直線 它的夾角就是兩面角 這兩面角剛好是直角的90度 所以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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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面的話 這兩個面的 這兩個面的夾角是90度 所以它的話 互相垂直 所以這個是對的 這一個 跟這個 它是互相垂直 好 在我們看D-C-GH D-C-GH在裡面 D-C D-C-GH D-C-GH的話 它跟它是平行的 為什麼 因為它跟它 這兩個平面 永遠不會有交線 永遠不會有交線 你把它往上下延伸的話 延伸到無窮的地方 不會相交 不會相交 就是平行 所以這個跟它是平行的 所以沒有跟它垂直 好 再我們看D-C-GH D-C-GH D-C-GH 它跟這個平面的話 任何一條線它都是垂直 比如說 V-C 跟AB垂直 V-C 跟AB垂直 所以的話 我就想說 V-C 跟這個面它是垂直 所以這對的 對啊 我剛剛講是說 一個平面 一個平面 跟一條直線垂直 則 這個平面上的任何一條線 線段 或是直線 都會跟它垂直 但是呢 你只要找到 平面上 兩條 不互相平行的 直線 跟它垂直的話 我們就可以證明說 這個平面上的每一條直線或線段 都會跟這條直線垂直 所以我只要找到兩條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已經找到兩條了 在這平面上的話 有一條 跟它垂直 有一條 另外一條 又跟它垂直 所以的話 這個面上的任何線段或直線 都會跟V-C垂直 所以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他 V-C垂直 他跟這個平面垂直 這個是對的 這個還沒講 這樣我們看V-F V-F的話 是坐落在什麼呢 坐落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的話呢 他沒有跟它垂直 實際上的話 你也可以講說 他跟它平行 就是說 一個平面的話 跟一條直線 跟一條直線的話 要嘛相交 就是你把直線延長 要嘛相交 要嘛平行 那這條直線呢 跟這個平面 永遠沒有交點的話 它就平行 所以貼在什麼呢 貼在平面上的直線 也是跟這個平面 它是平行 就好像說 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的話 線外的一條直線 永遠沒有跟它相交 那就是跟它平行 那就是跟它平行 那你交有無窮多點 你重點 也算是平行 也算是平行 所以的話呢 這個喔 沒有跟它垂直 這樣看呢 F-G F-G的話 F-G在哪裡 F-G F-G的話 它也跟AB EF垂直 為什麼 因為F-G的話 那跟這個平面上的某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 它垂直的 這是90度 那這個平面上的一條直線 這一條 跟ZF呢 它也是垂直的 剛剛我們就畫了 垂直的 所以呢 這平面上的話 有兩條直線 跟F-G它是垂直的 所以這個平面上 任何哪一條直線 或是線段 都會跟它垂直 所以這是對的 MG是對的 這樣看C-G C-G的話 跟它是平行的 你往上下 因為這個是一個平行四邊 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 兩個對邊 兩個對邊 它一定能互相平行 所以呢 所以它喔 應該這樣講 因為它這樣講是說 C-G跟A-B-E-F 你把它往上延伸的話 它永遠不會跟它相交 不會跟它相交 所以C-G的話 它都什麼呢 C-G的話 它是跟這個平面 A-B-E-F的話 它是互相平行的 它當然跟這個直線 它是平行的 然後呢 這平面上的 任何一條直線 都不會跟它有焦點 它不會跟它有焦點 有兩種情況 要嘛跟它平行 要嘛就跟它歪斜 所以呢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平面喔 它是跟什麼呢 跟C-G它是平行的 不是垂直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多少呢 應該要選這個什麼 應該要選這個什麼呢 選這個 這個平面啊 這是B-C-GF 還有B-C線段 還有FG線段 讓我們去看看 搞定 來自掛斤 是 這就是 好 來自掛斤 為 那 我們